我記得我們最初進來公司 應該都是十多年前 那時候不知為何 Manny怎麼都覺得我們是肥的 雖然我自己都不太覺得 因為永遠都不讓我們吃飯 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就在酒樓 不知為何在做Manny 我們有一間房間休息 你忘記了 那個人就拿了很多點心 然後我很記得Manny說燒賣是很肥 因為全部都是肥豬肉 是麵給我們吃的 那我和祖賢兩個人很肚餓 我們就躲在桌上 原來是吃燒賣嗎 躲在桌上 我以為是吃薯片 薯片 因為她 又是 不知為何女生就要瘦 她的傳統是自己肥 那時候是不讓我們吃東西的 那試過幾次 在這裡試探我 吃不吃不吃 那我真的吃的時候 還不讓我抓到你 所以其實她很奸 我們看到她也很害怕 是 但我們那次又真的不知為何太肚餓 真的拿起來吃 打算不覺 怎知道都被她發現 這個是你的記憶 就是 我想我們每個人最初的時候 都是要經過節食 減肥的階段 所以這個都很深刻 但我反而覺得 因為和Yumiko 雖然差不多時間簽公司 但是 你說 出道我是早過去的 1999年 她正式出道是2002年 是吧 嗯 所以 你說真正相處的機會沒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 有幾次的交談 那種交心的交談 都令我很記憶 那 都是回大陸工作 然後在車上 其實你看她的樣子 好像 好像很野 自信滿滿 是嗎 但是你知道她其實是一個傻妹 還有一個大頭蝦 還有對自己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不太有信心 對我來說 那 所以我就 經常都會 跟她說 怕什麼 做了才說 對 我經常都是這樣跟她說 對 她是推動我那個 對 我說 你自己 不對自己 那份工作著緊的話 沒有人會著緊過你 就是我好像經常都好像一個奸角 一隻魔鬼 那樣 將她喚醒 以及激起她的奮鬥之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我 很深刻我們兩個的交談 我也記得 不過Joy一向都是一個很喜歡 Take care 我記得我們是 有一次 我們經常都是做事 我經常都是說的 然後 然後就去到一間酒店房 她很Take care 我看到一個人 她說 怎樣 有沒有光 然後站在窗簾上 幫我拉窗簾 然後 有沒有光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太記得 但我看到你 站在窗簾 怎樣 不知道我那個時候 是不是病名 還是我打算敷發臉 那你不好像拿一些東西給我 然後你就 會不會很光 關窗簾 對 怎麼了 我剛才說了 是嗎 那麼光 開窗簾 對 你以為你害怕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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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一個旅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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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